你覺得說劉潛科文哲可能當主席的會 欸這個不是我說的喔 喔這個不是我說的 沒有啦我們這個 就我今天的角色就跟各位一樣 都是媒體的身份 然後拿著麥克風來去聽民眾的聲音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帶任何的立場 來去問他們問題 或是說向他們表達我的想法 那我是代表一個新的媒體叫做短新聞 然後來去做一個街坊 那你不全力觀察一下這遊戲的狀況 或是這個人潮 我蠻驚喜就是不少民眾 願意高舉太陽花 然後我們訪問很多的支持者 那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在現在喔認為黃國昌和黃珊珊 誰比較適合擔任下一屆的民眾黨黨主席 然後大部分的年輕人呢 我們就是支持國昌老師這樣 這個也是我們在路上收集一些大家的意見 所以再替他們來詢問這些支持者 因為畢竟來到現場 訪問會是比較真實的呈現 你們是覺得說 目前各位可能當主席的會 欸這個不是我說的喔 喔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是TVBS說的喔 沒有啦我們這個 就我今天的角色就跟各位一樣 都是媒體的身份 然後拿著麥克風來去聽民眾的聲音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帶任何的立場 來去問他們問題 或說向他們表達我的想法 沒有核市場就是大陸的目的 大哥你在中國從事哪一行 我從事畫畫 中國水墨畫 喔你是水墨畫的 對 我有古董的生意 那你這一次是特別來回台灣參加活動嗎 喔不是 我剛好從這裡過去 也不曉得他們在這裡辦活動 喔你是碰巧來活動 對碰巧來活動 喔謝謝喔 所以這個這個機會很難得 所以大陸的大陸提早20年統一台灣 就要明年就要開始20年了 所以北北你是很希望中國 趕快收復台灣統一台灣嗎 欸和平統一台灣 因為大陸的計畫 是為什麼要拿一百億給富邦銀行 在凱拿格蘭大道 每人花一千塊 一百億在哪裡 一百億已經花掉了 富邦銀行拿走了 富邦銀行 你要不要出來告他 可以 因為富邦銀行 不要在這邊亂講好不好 這個富邦銀行拿了 富邦銀行拿了 富邦銀行 你不要這樣子喔 我跟你講你亂講話 不要這樣子亂講話喔 你這樣亂講 富邦銀行拿了一百億 所以他們的目的就是提早20年解放台灣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還沒喔 祝你美貌成 蔡銀行持著八億 花了多少個國家的一種 要用一個行程 你的打炸辦公室前面 檢查 拍照 問起 賴情人中 兩百億 五百億 最多的一年 是 五百億 雷